好,大家好,我们今天是2023年7月9月23号的晚上七点半 那么我们现在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学习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我们案例分析我们各领域的一些错误 那么关于我们的案例分析呢,我们是分为我们的三块,对不对 我们有三块呀,有我们的计算,有我们的找错 以及我们的一些该背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肯定就是会分为我们的三块来学习,对不对 那么我们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细算题的视频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案例的找错这一块的内容 还有关于我们案例的墨写的内容 大家也可以看到,看我们的课表,我们什么时候会讲到 那么关于我们的找错呢,我们其实有几次视频 比如说我们案例的万金油的多少条 当然那个万金油的多少条啊,这个96条 完全是我自己来写的 结果呢,被很多机构,很多老师把它抄袭了好吗 我可以这么发誓,完全是我自己写的呀 被很多不要脸的人把它抄袭了呀,好吗 好,那么既然别人抄袭了,就应该表明我们这个写的 还是非常好的,不然别人也不会抄,对不对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案例背景的常见错误 一二三四五,好,还有呢 关于我们呢,这个,这一节课 这一节视频,那么这个内容在我们哪里有呢 在我们题目书里面呢,也可以看题目书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案例的一个专题 是不是啊,都是有的这个内容的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讲的这一个课件 这一节课这个资料是我们怎么来的呢 是我对呀,我们以前的这个中级高级的历年真题里面 这个答案做了一个汇总啊 我们以前呢,考过很多题目,对不对 有很多找出的答案 把它全部把答案汇总 然后呢,经过去从,去从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呢,有很多错误 我们可以去读一下 好,那么关于我们这个资料 我们找错呢,我们找错呀 它肯定是需要结合我们的这个每一个背景 每一个背景来找错的,对不对 好,那么既然需要结合背景来找错 那么我们这个以前的一些错误 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呢 好,我可以这么说吧 我可以这么说呀 就比如说,我们的立项管理呀 假设,假设我们立项管理呢 假设我们这里呀,有我们的20条错误 那么我们平时学,学,学,读,读,读 可能呢,你呀,读了我们的呀,10条 读了我们的10条 注意,我们假设这里总共有20条 你读,读,读,读了10条 那么10条有印象,好,然后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去结合我们的背景来看一下 可能有3条,可能有5条呢,是可以用到的 读了没有,好,这就是我们呢,学这么一个材料 讲这么一节课的一个原因 好,那么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呀 这个内容还是来一起呢 一起呀,来给你们说一下 创一下,讲一讲,好不好 希望你们呢,能够按照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去熟悉 注意,这不需要背呀,这肯定不需要背 为什么呢,因为找错识需要结合背景来找错的 就是说,那些内容我们可以平时去读一下 你读个10条 在我们的考试中结合背景 可能有3条有用,这样子我们就很不错了,对不对 好,行了,那么现在呀,我们来开始的 好,我们首先来看到我们的立项管理 好,就比如说第一条 我们立项的申请,我们的项目建议书 我们应该是由甲方的上级主管单位来审批 而不是我们甲方的总经理审批 好,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假设我们的案例分析中的是说 有甲方总经理审批 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 假设我们背景没有谈到这个地方 那么就没有用 是不是啊,这个意思啊,好,行了 好,然后呢,第二条 我们没有做详细的可行性研究 就生成了我们的可行性的研究报告 我们建议呢,还是必须要去做一个详细的可言 好,然后啊,还有我们可行性研究报告 好,我们可能没有经过审批 可能没有经过审批 好,还有我们的第四个 我们仅根据项目符合国家政策 就判断项目肯定要上麻 判断的依据过于的单一,是不是啊 我们这个项目能不能做呢 我们需要考虑很多个方面 而不是只考虑是不是符合国家政策这一个方面的 好,还有我们的第五个 我们投标,我们应该是由我们的软件工程师来负责 这个呢,可能不是很适合 我们软件工程师呢 他可能是对我们的软件编写这一块有点经验 但是对我们的投标可能没有经验 好,还有第六个 我们仅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项目可行呢 这个呀,可能不全面 我们还是需要综合的考虑很多方面 比如说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风险 我们的投资等等领域,是不是啊 要多考虑一些 好,然后我们第七个 我们投标文件呢 是不能由一个人来单独的写的 我们应该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 各领域的专家来共同的边参与边写 好,还有我们第八个 我们可能啊,注意是可能 他没有写我们的项目的建议书 那么这呢,我们也是不好的 对不对 好,还有在我们的背景中 他可能没有进行我们项目的评估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说呀,对于我们的这个案例的找错 我们应该是什么呀 我们首先就需要结合我们的过程来找错 对不对 好,OK呀 比如说我们这里什么项目建议书啊 什么我们的可言啊 什么评估啊 我们都没有做,可能没有做 当然是不行 对不对 好,还有第十个 我们没有进行系统的可信性分析 没有进行多方案的一个比较 好,还有我们可能什么呀 调研不充分 没有调研大规模的应用的案例 我们只看到我们以前有这么一个案例 我们就在做这个项目 可能也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充分的去做一个调研 好,还有我们还有呢 可能啊 可能也是没有调研我们国家政策 是不是允许的 好,还有我们可能呢 没有进行我们项目的论证 项目的论证 好,当然了关于我们的这个论证呢 在我们这里啊 在我们的新课本里面讲的是比较少的 这个呢我们这个这一条理会 当然最好 你如果呢不会就算了吧 就算了,好吗 好,但是关于我们这里啊 我们立项管理呢 有这么13条 大家去读几遍 读了之后呢 看能不能就是说掌握个几条 然后呢 在我们的考试的时候结合背景 再来看能不能用几条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好吗 好,然后啊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整体管理里面 那么整体管理里面 刚才我们说过呢 我们需要结合呢 我们的呀这个过程来答题 是不是啊 那么对于我们整体管理 我们有哪几个过程呢 比如说我们第一步 要写我们的项目章程 第二步要写我们的项目管理计划 第三步按照我们计划来执行 第四步我们的监控 第五步我们这个呢 有变更走流程 还有最后呢 我们的收尾工作 好,这么六步啊 我们就需要看一下 它到底有没有 如果说是没有的话 我们就说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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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这是没有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需要注意 它有 但是它做的对不对呢 它可能也不对 就比如说我们第七个 它说我们项目章程 是由我们项目经理来发布的 这一看我们就肯定是不对的 是不是啊 好,还有啊 我们有这么一个观点 我们此地无垠 三百两 好,我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 我呀 说我们编写了一个项目章程 好,然后呢 然后啊 我们项目章程 包含什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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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说 我们十倍的本项目的干系人 我们的项目干系人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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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一般来说 都是有错误的 为什么呢 如果他不想考虑 这个内容全部全 他完全就没有必要说 我们有项目章程 有什么内容 也没有必要说 我们的项目干系 有什么内容 就直接说 我们编写了项目章程 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好 他既然说的话 就可能是内容不是很全 大家可以看到第十个项目章程 内容不全 还有第十一个计划的内容不全 好 然后啊 看到我们的第七个 在我们的案例分析中 我们经常看到 一个人编写了什么计划 对不对呢 一般来说 都是不对的 好像只有我们的CMO呢 我们可以一个人写计划 别的计划 我们都应该是什么呀 一起来编写的 好 然后我们第九个 我们的计划 没有经过评审 请注意啊 我们一定需要有评审这一个思想啊 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们在项目管理中 我们呢 产生的 这样吧 我就说吧 我就说任何文档 任何方案都需要评审 你们看这个话 对不对啊 好 来我再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 我现在呀 我们是乙方啊 我乙方用一百万 这个承接了甲方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呀 写了一个成本管理计划 做了一个成本的预算 我们项目 打算用十万块钱 把它做完 我们这个计划 我们这个预算 可不可以 经过我们的甲方的评审呢 说实话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呀 理论上 错了没有呢 来你们告诉我 我现在用一百万 去承接甲方的项目 然后呢 我 写成本管理计划 我做成本的预算 我们只需要十万块钱 就可以把这个项目做好 我想 我现在想把这个十万块钱 做好的方案 给我们甲方去审批 请问可不可以 你们告诉我 可不可以 我们这个子 我们这样去做 有没有违法 可不可以 好 我告诉你们 当然是可以的 当然是可以的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我们甲方呢 会心里很不舒服而已 是不是啊 卧槽 你居然赚了我们这么多钱了 是不是啊 好 来请注意 我讲这个话题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们就可以放心的 去说 我们项目管理中 任何的基础方案 任何的计划 都是需要经过评审的 有人说成本不可以 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可以好吗 可以 只是会让别人甲方心里不舒服而已 对不对 但是也可以啊 好 那这样子吧 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呀 我们 我们用一百万呢 承接了我们甲方的项目 现在我们的成本呢 是九十万 这个时候 我们就更加需要 去给我们的甲方去审批了 那你看 你看 我没赚钱 我没赚钱好吗 我给你审批一下 所以说 大家记住了 大家记住了呀 项目管理中的任何计划方案 我们都是需要经过甲方去评审的 这样子写是没有错误的 好不好 好 请注意啊 你们以后看到计划 看到方案 就要想到 我们有没有经过评审 好 那么第十个项目章程 内容不全 第十一个项目的管理计划 内容不全 好 还有第十二个 我们目前呢 项目啊 它已经做了我们的变更 但是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基线 没有做变更 行不行呢 当然是 不行的 好 还有第十三个呀 它说 没有做好各自计划的统一协调 可能导致项目管理计划 不符合项目的实际情况 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我们这个项目呢 什么范围管理计划 进度管理计划 成本管理计划 等等计划 我们是用不同的人 来写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们统一 汇总成为一个项目管理计划 这样子行不行呢 这样子行 但是请注意 我们要做好各计划的统一协调 好吗 好 还有第十四个 我们缺乏项目整体管理的一个思想 好 那么其实这里呀 它是一个万金油啊 假设我们是考整体管理 我们就是缺乏整体的思想 考成本 缺乏成本的思想 考进度 缺乏进度的思想 考我们的 这个呀 别的什么风险 就是缺乏我们的风险的思想 还有什么呢 我们没有经验 没有整体管理的经验 没有范围管理的经验 没有成本管理的经验 还有我们员工缺乏什么的意识 缺乏整体的意识 缺乏我们什么人力资源的意识 缺乏什么的意识 还有我们需要多交流 多培训 请问刚才这几点 是不是我们的万金油啊 刚才这几点 是不是我们找错了 一个万金油 一个万金油 请注意一下 我们我们找错 我们是说过的呀 凡是你感觉 有道理的地方 把它都写上去就对了 你就尽量去多写 尽量去多写 尽量去多写 好吗 好 这个意思啊 好 然后我们第十五个 我们项目计划 缺少相关的分计划 可以说呢 也应该就是我们这个计划的内容不全 计划内容不全了 好 OK 好 然后还有我们第十六个 我们项目管理计划 写的比较简单 不足以支持整个项目 对所需过程的指导和管理 这个计划还是应该要比较详细一些 好 还有我们公司缺乏 对项目的指导和我们的监控 我们项目经理呢 需要监控 我们公司呢 也需要监控 甚至还有什么呀 我们的PMO这个组织 PMO是不是啊 我们需要对项目 也是多指导 多监控 还有我们第十八个 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呀 对项目的范围需求非常不明确 我们选用的是我们瀑布的生命周期模型 那么这样子对不对呢 这肯定也是不对的 是不是啊 我们选择的软件的开发生命周期模型 适合不适合项目呢 是不是啊 不确定 对不对 不适合 那么我们一定要根据我们实际情况 来选择适合的生命周期模型 好 还有第十九个 我们也是啊 缺乏阶段性的评审 从而没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 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一定要多去做评审 好 还有呢 我们第二十个 我们项目的启动工作 没有按照我们公司的管理流程来执行 好 还有我们第一个是一个 项目管理办公室 对我们的项目监督不利 没有及时发现项目中存在的问题 并予以我们的指导 好吗 好 来 这里啊 这里呢 我们有二十一条 你们呢 去学 我相信你们至少呢 可以记住我们的六条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整体管理的那个过程 好吗 好 然后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十几条 然后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结合背景去看能够用到几条 好 来 现在呀 我再问你们一个话题 你们呢 在我们做案例分析的 找错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呀 我明明知道这个地方有错误 但是我就是呢 不敢去写 来 请问你们告诉我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注意呀 我明明知道这个地方有问题 但是我就不敢下笔去写 我怕写 请问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好 来 有没有 跟我说一下 有了 是不是啊 好 我来这么跟你们说吧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你们必须要相信 别的考生也是非常水的 好吗 你们必须要相信呢 别的考生 他们是很水的 他们甚至和你们一样水 他甚至比你们更水 好吗 好 那么我为什么只这样说呢 就是说呀 我希望你们有信心 你们放心的去写 大胆的去写 就可以了 好吗 好 那么你们是不是说 老师 我这样写呢 是不是感觉很不专业 感觉呢 像是我们的 很 很我们的口语化 很口语化 很不专业 对不对 好 其实 我来跟你们说两点 第一点 我们今天呢 给你们讲这么一个PPT 就是可以说 让你们稍微的去学习一些比较专业的术语 那么另外一个呢 其实也没有必要是非常专业的术语 只要能够把这个意思打出来就可以了 懂了意思没有 就是说能够尽量专业一点就专业一点 如果不能专业 你就用你的很朴实的话去说 只要能够把这个意思说清楚 就是可以的 你们一定要能够放心的去写 有人说怕写错了扣分 谁告诉你写错了扣分的呀 谁告诉你的呀 我们不是一直说 你们只要能够觉得这一块有道理 你们就多去写 不就对了吗 对不对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呀 我们以前呢 是每天开一个会 现在我们改为每周开一个会 那么你们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呢 有人说 我们以前是每天开一个会 现在是每周开一个会 这不挺好的吗 以前那每天开烦死我了 现在我每周开多好啊 多舒服啊 对不对 好 但是作为一个案例背景找错 我就说不行不好 为什么呢 我们以前呢 每天开一个会 当天有问题 当天可以发现 现在你是每周开一个会 可能过了一个星期 才可以把问题发现 这个力度太粗了 是不是 我们必须要明白 很多时候太粗 也不是一个好事情 对不对 好 来 你们告诉我 我有没有抬杠 说实话 我们现在啊 正在举办我们的亚运会 说实话 可惜我们亚运会 没有一个抬杠的项目吧 如果有的话 我相信我应该是会去参加这个运动区的 抬杠运动员 好吗 我希望你们要能够成为我们的杠金 好吗 凡是你感觉这个地方有点道理的 你都去写就行了 您放心 写错了 它不会扣分的 好 行了呀 这个意思 好 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关于我们的这个范围管理 范围管理 那么我们范围管理呢 它有哪几个过程呢 对不对 好 第一个 我们范围管理计划 我们没有做好我们的范围管理计划 好 还有我们没有做我们的收集的需求 没有进行我们的范围定义 没有进行我们的创建WBS 没有进行我们的范围确认 没有进行我们的范围控制 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六步 它压根就没有做 好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做了 但是做的对不对呢 好 比如说我们的范围管理计划 我们的需求管理计划 我们是一个人编写的 我们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各干写人一起来写 好 还有这个计划我们写了之后 我们还要需要通过我们的评审 好 还有我们第八个 我们的需求 我们也是需要经过评审的 是不是 我们要写什么呀 写我们的需求文件 然后我们要能够经过评审 好 还有第九个 我们可能是范围的说明书 我们的内容不全 是不是 好 还有我们第十个 我们没有与各干系人对我们的需求进行详细的分析 只是在对客服需求的初不了解以后就开始实施 这我们当然是不对的 我们肯定是必须要尽量准确的去获取我们用户的需求 是不是啊 好 还有我们第十一个 我们不能够只参照类似项目的范围说明书 我们需要根据本项目的情况进行我们的编写呀 我们呢 可以去借鉴 但是更加需要结合本项目来写我们的范围的说明书 好 还有第十二个 我们的范围说明书 他可能也是没有经过我们的评审的 关于刚才我们强调过我们的评审特别重要 好 还有我们做WBS的分解 我们不能单独由一个人对我们的项目进行我们的分解 我们应该是我们的全部的干系恩我们都参与进来 好 还有我们第十四个 我们范围管理没有做好 我们导致我们的范围发生蔓延了 是不是啊 我们有变更一定要走一个变更的控制流程 好 还有我们第十五个 我们一个人编写了项目的范围说明书 我们也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是一起来编写我们的范围说明书 好 还有我们第十六个 我们的WBS有没有经过我们相关干系恩的确认呢 对不对 也可能没有去确认 好 还有我们第十七个 我们项目的范围确认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们导致WBS中定义的功能没有开发 我们一定需要把它去做全 做完整 是不是啊 好 还有我们第十八个 我们闭门造车式的开展需求调研 与项目范围说明书的编写工作 没有让相关的干系恩参与进来 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我们呢 压根就没有去和我们的甲方做一个需求的调研 好吗 我们在自己呢 在我们自己啊 我们自己内部在呢 在瞎说 在瞎想 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的需求是必须要去和我们的用户去调研去了 好吗 好 还有呢 我们要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写我们的范围说明书 我们的需求不准的话 我们范围说明书肯定也是不准的 是不是啊 我们需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干系恩参与进来 好 还有 我们可能没有去编制我们的WBS 以及我们WBS的磁点 我们没有形成我们的范围的极限 好 还有我们的第二十个 我们范围管理计划 我们也是没有经过评审的 好 然后第二十一个 这个地方我需要和你们确认一下 我脑机混了 在我们终极的课本里面 我们是不是WBS的分解最好是三到六成了 是不是的呀 好像一个是四到六成 一个是三到六成 到底是终极还是高级 我搞混了呀 今天我们是终极的课 终极的课本里面是三到六成 好 OK 好 注意终极的课本是三到六成 对不对 好 说明我这个课件没有做错呀 没有做错 好 OK 我们最好是我们的三到六成 分解不要出错 好 还有我们第二十六个 我们存在着不经行为 我们既不能多做 我们也不能少做 是不是啊 我们不要去镀金 我们的按理背景里面可能有镀金 是不是啊 好 还有我们第二十三个 我们对项目的需求的估计不准确 导致我们资源估算不足 我们这个资源 我们的需求啊 需求是我们的龙头 我们一定需要把我们的需求呢 要估计的准确一些 好 还有我们第二十四个 我们的需求评审工作 可能没有客户的参与 那么这当然是不行的呀 我们需求确认 肯定是需要甲方参与的呀 是不是啊 好 我们可能呢 导致呢 我们没有对我们的需求 达成我们的一致意见 好 还有我们的需求写了之后 我们还需要做我们的概要设计 我们的详细设计 那么关于我们的概要设计 详细设计 我们也是需要经过评审的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可以这么说 项目里面的任何文件计划 我们都是可以经过去评审的 好吗 给我们的甲方去劝息去看的呀 或者这样子 你就说我们没有经过评审 就对了 好吗 好 还有我们第一个十五个 我们缺乏项目范围管理的思想 刚才我们说过的 我们范围管理呀 进度管理呀 成本管理呀 风险管理呀 等等等等管理 你们都可以说缺乏什么的思想 是不是啊 好 还有说缺乏什么的经验 是不是啊 还有说我们员工没有这一方面的意思 对不对 好 还有我们的第一个十六个 我们把一个工作 有我们的几个人 有我们说我们以为是高级的课呢 我进错了 我溜了 来这样子吧 给你说四个字 来都来了 还是听一下吧 好吗 如果你们是高级的 你来都来了 还是听一下吧 为什么 因为照样是和你们高级学 几乎是一样的 好吗 行了呀 OK呀 来 不要跑了 还是学习一下吧 当然你去学高级的课 也可以呀 也可以 好 来 我们继续吧 注意呀 我们第一个十六个呀 一个工作只能够有一个人负责 好吗 我们的这个工作呀 可以有很多人参与呀 很多人参与 但是我们的负责人 只有是一个的 是不是 好 还有我们第一个是七个 我们工作包的大小 应该是介于八 到我们的八年之间 我们既不能太大 又不能太小 是不是 好 还有第一个是八个 我们这个模块 被分包出去呢 被挖包出去呢 那么我们的WBS里面 有没有写呢 所以我们还是 必须要去写的 对不对 好 还有我们这个项目管理工作 我们也是在WBS中 我们也是需要包含的 还有 还有第三十个 我们一个下层 可能属于几个上层呢 我们有交叉重属 这当然是错误了 是错误了 对不对 好 来 这样子吧 我们这里呢 都以我们的范围管理呀 说了我们的三十条 那么你去认真学习一下 看你能不能比较熟悉 二十条 十五条 好 然后我可以这么说 本次考试 如果考了我们范围管理的案例分析 你能不能用个六条 五条 是不是 结合背景来用五六条 如果你能够用的话 说实话就非常不错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 行了呀 好 然后我们来继续的看一下 关于我们的进度管理 那么其实进度管理和成本管理呢 它的更多的分值 它是用在我们的哪里呢 用在我们的呀 这一个呀 计算里面 计算里面 对我们的什么找错呀 对什么问答呀 其实考的是比较少的 对不对 好 OK呀 来 我再一次的给你们说一下你们终极的案例 你们应该怎么学呀 挺好呢 趁我们现在讲到中途趁人多 再说一下案例 应该怎么学 我们案例有三块 第一块是我们的计算 是不是 计算呢 我们前面呢 有我们的计算 一 二 三 还有我们的常见错误 还有我们的四到我们的十 这几节课 是不是 你把前面的这么几节课 学了之后 我相信计算题 你该会的都应该会了 好吗 注意 该会的都应该会了 如果你不 挺好的呀 挺好的 就是说 如果你是认真的学了 这十一次课 我可以这么说 你该会的都应该会了 那么你不该会的呢 这个呢 是不是啊 或者是说 你该会的还没有会的话呢 那么以后大概率也 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 好 总之一句话吧 总之一句话吧 你把我们前面的这些计算题看了之后 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 这么说 好吗 好 然后 第二块呀 就是我们的早错 那么关于我们的早错 我们必须要学什么 听好了呀 必须要学什么 我们必须要学 我们的万金油 九十六条 那一节课 我们必须要学 我们案例分析各领域的错误 这么一节课 还有必须要学 我们案例分析背景 一额三四五 那五节课 好吗 好 我可以这么说 他找错 如果你能够把这七节课 认真学了的话 找错 你在考试的时候 发挥的好一些 不要脸一些 你得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的分值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OK 然后第三块 是我们的纯粹的墨写题 那么纯粹的墨写题呢 我们也是会给你们 讲一些内容 讲一些内容 那么呢 这是我认为 我根据我的感觉 是很有可能考我们 墨写理论 就是纯粹的理论 与我们的背景无关的 一些内容 好吗 好 那么关于这一块呢 我们会讲到 这么一节课 好吗 好 OK 那么 关于我们的呀 这是我们的这么三大块 这么三大块 好吗 好 那么关于我们说过的呀 如果你能够把计算少丢分 能够把找错发挥的一般 还行的话 那么呢 第三块 我们的纯粹的墨写题的压力 其实是很小的呀 很小的 你只要不想考满分的话呢 这个第三块呢 你没有必要去背的很熟很熟很熟 对不对 第三块背诵 你放心 都会感觉很难 对于你来说很难 对于别人来说也会很难 好吗 你只要呢 就是说 把一些关键字尽量的 比如说我们有十条 我背个五条六条 是不是 就行了 这样子就够了呀 这样去 去背考嘛 没有必要考满分 对不对 也没有必要考高分 对不对 好 行了呀 那是关于我们案例这一块 好 那么其实 其实我们呢 还有很多呀 还有很多案例分析的 整体解析 就比如说 我们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的 让你分析 整体解析 这个视频你们需不需要学呢 其实我不是很建议你们学好吗 如果你时间少的话 你就不要学了 如果你时间多 你感觉很无聊 你可以去学习一下 然后在我们题目书里面 我们也是呢 有这么一些让你分析的真题的题目和解析的答案的 你可以去读一下 你可以去读一下 如果你不想读 时间很紧张 其实你也可以不读 好吗 可以不读 好 但是 但是挺好呢 刚才我说的计算题 找错的 纯理论的 这一块 你们是必须要学的呀 挺好呢 我说必须要学 你们就必须要学 我说可以不学 你就真的可以不学 当然 你也可以学 懂得没有 好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课表 我们每一节课到底需不需要学 我都会给你们做一个说明 是不是 希望你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建议来 好 行了 我们继续讲 看到我们的进度管理 那么进度管理呢 我们刚才说过的 进度成本 其实一般找错 考莫写的概率不会很大 好 还是稍微看一下吧 那么关于我们进度管理 第一个 没有进行我们的规划进度管理 没有进行我们的活动定义 没有进行排序 没有做资源估算 没有做历史估算 没有写进度计划 没有做进度控制 对不对 那是没有做 好吗 好 还有什么呢 好 OK啊 在我们的案例分析中 你们凡是看到我们在加班 我们都会说 它会增加我们的成本 影响我们的质量 好吗 好 还有凡是看到我们并行工作 我们都要写 它会增加我们的风险 好 还有呢 看到我们增加资源 这个呢 注意增加资源 我们可以会说 这个呀 增加资源的效果 可能不一定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效果呢 可能是有限的 好 还有第十一个呀 第十一个 来听我说呀 我们项目经理 就按照甲方的要求 写了我们的进度计划 请问这句话 对不对 来你们告诉我 项目经理按照 以按照甲方的要求 制定了我们项目的进度计划 请问这句话 对不对 来你们告诉我 对不对 来 现在在我们的案例分析中 我们说项目经理按照我们 甲方的要求 还有呢 我们这个计划呀 可能不是 我们计划呢 不应该是一个人来编写 是不是啊 还有我们没有做好 我们的进度控制 我们有言其难 是不是啊 好 还有我们呢 这个呀 缺乏进度管理的思想 我们项目经理 缺乏进度管理的经验 是不是啊 我们的员工 也缺乏进度管理的 一个意识 是不是啊 我们要多交流 多培训 是不是啊 好 还有人在问我 说老师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改错呀 请注意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改错 好 那么请注意 你需要看一下我们题目啊 我们题目说 请你指出有哪些错误 并进行改正 如果题目说呢 需要你改错 这个时候你才需要改错 如果题目指说 有什么问题 那么你是不需要去改错的 懂得没有 好吗 好 当然 我可以这么说 你连有什么错误 你明白呢 去改错 肯定也很简单 是不是啊 好 题目出哪里买 请看群文件 请看群文件 好吗 好 行的 关于进度管理呢 大家看到我们的第十四条 第十四条 我们不能一个人来写我们的进度计划 并且没有从项目实际的出发 来制定我们的进度计划 是不是啊 而是根据合同规定的时间 来制定我们的进度计划 可能不符合项目的实际情况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还要结合我们的项目的实际情况 好 还有第十五个 刚才我们说过呢 进度控制没有做好 第十六个 我们缺乏这个思想 好 还有我们第十七个 我们制定工作计划时 没有考虑我们的资源二例 导致我们有冲突 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工作需要用到这一个资源 那一个工作也需要用到这一个资源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这个资源能不能去用 有没有冲突 是不是啊 这个意思啊 好 还有我们第十八个 在压缩工期的情况下 没有考虑新增加开放人员的可用性 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我们现在呢 这个工期很紧张 于是我们就新招聘了几个人 那么对不对呢 说实话 新招聘的人 他们不一定能够马上就投入工作 是不是啊 他们需要经过培训 需要熟悉 经过磨合 他们的效果可能也并不是很好 对不对 好 还有啊 第十九个 没有经过评估 就随意将原来系统的开发时间 进行压缩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我们之前呢 计划是用五个月来完成 现在我们甲方说 必须要三个月完成 因此项目经理呢 就拍在胸脯说 好 可以了 没问题 那么这样子对不对呢 这样子是不对的 是不是啊 我们还是必须要经过评估 好 还有我们第十个 我们关键里程碑点呢 没有获得相关干系人的签字确认 好 那么我们呢 什么地方是一个里程碑 什么地方是一个里程碑 我们是需要经过干系人来签字 认可的 签字认可的 好不好 好 行了吧 关于进度管理呢 我们就这么说20条 看我们能够去掌握几条 用到几条 好吗 好 那么关于我们成本管理这一块呢 我们也是非常的少的 也是稍微的读一下就行了呀 第一个 没有进行我们的成本规划 第二个 没有进行成本的估算 第三个 没有进行我们成本的预算 第四个 没有写进行我们的成本的控制 好 还有我们一个人编写了我们的成本管理计划 还有成本管理计划没有经过评审 还有成本的估算不准确 成本的预算没有不准确 还有我们没有导 没有用相关的工具 进行我们的成本的控制 还有我们的港工 导致我们的成本操支了 好吗 好 这么几条呢 稍微的看一下就行 刚才我们说过成本进度 一般是考计算 好 然后我们来看到我们的质量管理 那么关于质量管理呢 我们考了很多很多很多 那么当然我们这里呢 也是有很多它的相关信息啊 好 第一个 没有写质量管理计划 第一个个 没有做质量保证 第三个 没有做质量控制 来 还是我们呢 需要强调的 你看 它在考什么领域 就是首先 从我们的过程去说 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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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通过过程去搞啊 是不是啊 好 然后我们第四个 没有全面的质量管理 进展的情况报告 我们还是需要呢 时不时的给我们一个文档 给我们一个报告 让我们能够掌握我们的情况 好 还有我们第五个 我们质量保证过程中 缺乏我们质量保证人员的参与 质量保证人员需要多参与进来 好还有我们质量控制的环节缺失 好 这个第六个呢 和我们第三个呀 其实很相似 是不是啊 我们没有做质量管理 和这个缺失 好 还有第七个 我们测试的方法不当 或者是不充分 我们呢 必须要去充分的 做我们的测试 是不是啊 还有方法呢 也是需要选对的 还有我们第八个 测试控制的流程不对 或者没有进行我们的质量控制 就进行了范围的确认 我们呢 还是需要注意我们的这个流程 有人说 我们看完就忘了 是不是啊 好 请问我刚才最开始怎么说的呀 我说我们这里呀 比如说呀 有20条 然后你看一遍就忘了 很正常 对不对 那么你肯定需要下去 多看几遍 是不是啊 你听 在这里呀 我实际上说 我说有20条 你去读几遍 学几遍 掌握了10条 然后在考试的时候 结合背景用三条 用五条 请问我最开始 是不是这样讲的 我是这样讲的吧 我是允许你们忘记吧 对不对 是不是呢 当然来 大家听好了呀 听好了 我再让啰嗦一遍 我们这个课件的资料 是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 我们很多 就是我们以前的呀 历练整体的这个答案 好吗 那么呢 我把它答案 做了一个汇总 是不是啊 就是说呢 这是我们呢 以前各领域 曾经考过有哪些问题 比如说这里有20条 你去读几遍 学个10条 学了10条之后 看我们到时候考试的时候 能不能结合背景 用个三五条 因为案例 它必须要结合案例 结合案例来答题 是不是 你背证一些有用吗 没用的呀 对不对 懂得没有 让你们去读一下 熟悉一下 好 这个意思 好吗 好 现在我们继续 好 那么我们第九个呀 第九个 项目经理用人错误 我们小李呢 他没有我们的质量保证的经验 用人错误 好 还有我们第十个 我们应该加强项目过程中的 质量检查和控制 不能等我们工作产品完成以后 才开始我们的检查 好吗 请注意啊 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过程 不能只看我们的结果 我们结果和过程 我们都需要去关注 对不对 好 还有第十一个 我们质量保证人员发现问题 应该与当事人协商 如果无法达成一致 要向我们的项目经理 或更高级别的领导汇报 而不能自作主张 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呢 现在质量保证人员 发现一个程序员的代码有问题 他就自己呢 去和程序员做一个商量 告诉程序员应该怎么做 行不行呢 注意不行 好吗 我们呢 这个时候啊 是需要汇报给我们的项目经理的呀 好吗 不能擅自作主的呀 不能擅自作主的呀 好 还有我们第十二个 在我们的质量管理中 没有与合适的技术手段相结合 就是说 我们需要用一些比较好的技术手段 好 还有第十三个 就是我们说的 什么某某的意思啊 这个培训不足啊 我们需要多培训 来加强某某方面的一个意思 对不对 好 还有第十四个呀 我们没有严格执行 公司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我们需要按照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来 好 还有我们第十五个 质量职责分配不合理 好 当然呢 其实这一个呀 也算是一个万金油 我们任何职责都是需要合理的 对不对 好 还有我们第十六个 我们的质量管理计划不全 不全 好 还有我们第十七个 这一个呀 其实是一个输出啊 他说 我们在规划质量管理的时候 应该同步制定我们的一些别的输出 比如说我们的什么过程改进计划呀 测量指标啊 和对单啊 等等东西啊 好吗 好 还有我们第十八个 项目经理认为 在我们质量管理中 我们项目经理是配合的角色 这个地方是错误的 对不对 我们项目经理呀 不能说因为我们有了专门的质量保证部门 所以说我们就是一个配合的角色 这个不对呀 我们项目经理肯定是需要主动的去做好我们的质量管理工作 好 还有我们第十九个 公司高层对我们的质量管理意识不足 不重视我们的质量管理 是不是 这是我们从公司层面来说呀 好 还有第二十个 没有指定专门的质量管理人员 我们需要有专门的质量管理人员 好 还有我们这个公司我们可能没有质量标准 以及我们的质量规范 还有第十六个 我们没有建立我们的质量保证体系 就是说呀 我们需要有质量标准 有质量规范 有我们的质量体系 还有第十三个 我们的质量控制做的不到位 那么就说明什么呢 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做好我们的质量控制 是不是 好 还有我们没有进行质量要求 我们没有审计 没有审计质量要求和质量控制的质量结果 关于审计这个词 我们也应该是挺熟悉的 是不是 我们还说过呀 看到我们的质量审计 我们要能够马上想到我们的质量保证 关于我们的审计 我们要审计我们的要求和结果 好 还有第十五个 我们也是不应该有一个人来写计划 还有这个计划 我们也是需要经过评审的 还有我们这个计划 有没有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呢 我们需要考虑实际情况 对不对 好 还有第十八个呀 第十八个 我感觉这个达卡纳太无耻了呀 有多无耻呢 你们看了之后就会明白了 好吗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抬杠吗 那你看 我们曾经呢 在我们的暗地分析中 我们这样考过 他说 我们非常严格的利用我们的比 比如说用了我们的因果图 或者是说用了我们的鱼骨 用了我们的控制图 或者是说用了帕内托图 来进行我们的质量控制 那你们告诉我 这有问题吗 我觉得啊 没问题是不是啊 在我们本项目中 我们质量控制 我们用因果图 或者是帕内托图 或者是什么图 用一个图去做 我觉得可以啊 怎么呢 结果呢 我们答案什么 说工具比较单一 我们课本里面 讲的这么多工具 你居然只用一个工具 你好意思吗 工具比较单一 所以说你们感觉找错 扯不扯 找错 是不是就是让你们抬杠啊 就是的吧 好不好 好 OK呀 好 听好了呀 找错 就是和你们抬杠 好那这样子 我再和你们开个玩笑啊 讲个玩笑 你们在现实生活中 有没有呢 这个呀 平时和别人吵架呀 发生我们的争执啊 发生争执之后呢 你呀 冷静下来 你是不是会说 哎呀 我刚才没有发挥好 我应该这样骂的 应该这样说的 来 请问告诉我 你们有没有经常会这样子啊 我刚才和别人吵架 我没有发挥好啊 来 有没有 这样的感觉 有这样的感觉 是不是啊 有人说没有 没有吵过 我不相信 过了这么几十年 你会没和别人吵 没和别人吵过架的吗 肯定有了吧 好吗 好 好 就是说呀 我们呢会 我们都会怀疑呀 我们之前呢 没有呢发挥好 哎 是不是啊 那么你们能不能就是说 在考试的时候 尽量的 把你们吵架的 那种啊 思想 把它拿出来呢 拿出来呢 哎 对不对呀 吵完就感觉自己没有发挥好 对呀 是的呀 那么我们做案例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尽量的 就是说 把我们这当做一个吵架 当做一个怼呢 一个怼呢 是不是啊 好 这样子吧 就是说 我我呀 我永远都把持这么一个思想 就是说 找错 就是抬杠 只要你感觉有道理的 你就把它都去写上去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了 好不好呢 好 现在你看这 质量管理的工具 比较单一 我们需要多去用一些工具 对不对 好 还有啊 第19个 我们这个评审呢 没有啊 认真的做我们的评审 哎 是不是啊 我们呢 在走我们的过场啊 走过场 对不对 好 还有啊 我们做测试呢 做测试啊 它在我们的什么测试用力呀 测试方法呀 测试人员呢 测试环境等方面呢 也都是有问题的 可能准备的不是很详细 对不对 好 还有 我们项目经理缺乏经验 也是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这样 它也是一个万金油 是不是啊 在我们质量管理呀 进度管理呀 成本管理呀 什么方面都缺乏经验 好 还有第32个 测试过程的阶段 安排不合理 软件系统的测试时间不足 我们因为啊 这个工期很紧张 我们问了节约时间 我们就是呢 简短的做一个测试 行不行呢 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这个安排必须要合理 我们还是测试 必须要充分 对不对 好 还有 我们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 应该由全体成员参与 不应该由我们的质量管理部门 单独负责 好吗 我们质量 我们也应该是全员参与的 好 还有 我们做质量管理体系 我们当然也是必须要结合 我们公司实际情况 不能去完全的照搬别人的 或者是看我们的经验 我们都是需要考虑 我们的这个呀 项目情况的 好 还有第35个 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 我们既需要看我们的过程 又需要看我们的结果 好吗 我们都需要看了 好 然后第36个 关于我们的回归测试 他说 我们代码被修改以后 没有及时进行回归测试 并请干系人确认 好 什么意思呢 我们最开始 我们发现有问题 然后我们去修改 改了之后 我们还需要做一遍回归测试 好吗 好 然后我们第37个 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 来进行我们的质量管理 我们团队成员没有我们的质量意识 好 第38个我们应该是写重复了的 没有专制的质量管理人员 好 第39个 我们呢没有建立我们的质量保证体系 或者是说没有质量保证人员 或者是说我们质量保证人员 它不独立于我们项目组 或者是说我们的经验不足 总之关于我们质量保证这个地方 我们有问题 没有体系 没有人员 它不独立于项目组 或者是说它没有经验 对不对 好 还有我们不能止凭经验 来 你看那这 我们既说经验不足 又说你不能止凭经验 是不是 好 OK 不能止凭经验 对不对 还是需要能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 好 还有 在我们质量检查中发现问题 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做一个解决 好吗 有问题要及时解决 还有第42个 我们质量控制做的不到位 检查工作颗粒度不一 我们这个呢 检查还是必须要好好的去做 是不是 我们的这个工作也需要能够去到位 好吗 好 还有第43个 我们缺乏对公司 我们缺乏对我们项目质量管理工作 和我们的监督指导 这应该是我们的公司层面 是我们的批药谋层面 对我们的一个指导 对不对 好 还有第44个 我们也应该是写重复了吧 是不是 我们呢也是没有意思 然后呢 培训不足啊 刚才我说过 这是我们呢 把全部的答案 做了一个汇总之后去重 可能没有去 可能没有去好啊 好 有重复的 好 第45个 我们测试人员 我们也应该是单独的测试人员 不能够让别人来坚韧 不能够让别人来代劳 好吗 好 来 你看呢 我们质量管理这么有这么45条 看我们能不能学了之后 对20条印象比较深刻 然后在考试的时候 看能不能用个五六七八条 是不是呢 如果你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们在本次考试 考量管理 你用了五六七八条的话 我就感觉非常完美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 行了 好 然后再来看到我们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好 第一个 没有进行人力资源管理规划 第一个 没有进行团队组建 第三个 没有进行团队建设 第四个 没有做团队管理 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四个过程了 好 还有第五个 团队的组成人员 尽管富有才干 但是很难合作 我们的氛围不好 很难合作 是不是 好 还有我们第六个 团队的职责分配不清楚 没有建立我们的责任 分配矩阵 我们必须要把它分配清楚 职责 是不是 好 还有团队的气氛 不积极 造成项目团队成员的士气低落 还有人员的流动 过于的频繁 天天变人 是不是 还有我们的兼职过多 我们精力不足 我们顾此事彼 好 还有我们项目经理 没有进入管理的角色 定位错误 出于对项目的管理 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经常会考什么呢 我们项目经理 他之前是我们的一个技术古怪 技术古怪 他非常懂我们的技术 那么现在我们来开始做管理了 是不是 做项目经理 对不对 请注意 他可能还没有把这个角色调整过来 是不是 好 我们可能没有项目管理经验 我们需要做一些培训 好 还有我们第十一个 心人缺乏培训和全程的跟踪和监控 对于我们的心人 我们一定要能够多去培训 多跟踪 多捐控 还有第十二个 我们没有进行良好的冲突管理 在我们项目中有冲突呢 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的冲突管理 好 还有第十三个 团队成员能力不足 我们呢 是不是 可能呢这个业务能力系统能力 我们都是不充足的 我们需要做一些培训 好 还有第十四个 我们招聘人员时 我们要能够什么呀 多标准呢 招聘人员时 我们要考虑我们多标准的决策分析 是不是 不是只看某一个方面 是不是 好 要综合去判断 我们到底能不能用它 好 还有第十五个 我们团队成员应该有冗于 防止因市价并价 造成其他成员的超复合工作 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我们这个呢 本来只需要三个人 但是你就需要陪四个人 陪四个人 拥有这种鱼 是不是 考虑我们的风险 好 还有第十六个 我们项目经理 对于我们的团队成员 必须要给予必要的帮助和辅导 加快团队成员的成长 是不是 好 第十七个 我们项目经理 要注重团队绩效 和个人绩效的考核 要加强过程的监督和我们的控制 要注意我们的绩效考核 是不是 好 还有 我们第十八个 我们呢 他说项目经理 认为团队管理的核心 是团队凝聚力强 不发生冲突 这个呀 观点当然是错误的 对不对 我们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呀 我们呢 有冲突呢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冲突管理 对不对 好 然后第十九个 他说 我们人员的任命方面存在问题 任命的项目经理 虽然研发能力强 但是我们项目管理经验不足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项目经理呢 他其实更加需要注意什么呀 我们的项目管理能力 而不是我们的技术能力呀 好 第十个 我们组建的项目团队 可能不是合理的 我们必须要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做一个合理的项目团队 是不是啊 好 还有第十一个 我们绩效管理方面存在问题 没有及时对我们的成员 做一些奖励 好吗 当然呢 我们是有奖有罚呀 有成有罚 好吗 我们该奖励的需要及时奖励 该惩罚的也需要及时的 做一个惩罚 好 还有第十二个 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呀 我们现在正在组建一个项目 那么我就看呢 这个呀 各部门有哪些成员 他现在很闲 他没有事情做 于是我就把你拉过来 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去 那么这样子对不对呢 当然是不对的呀 他说 我们项目团队成员水平 称之不齐 项目团队组建的人员 是从各个组别中 找出空闲的人员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结合设计情况 来组建团队 好 还有第一个是三个 团队成员没有明确的考核 和评价标准 考核的规则不明确 我们需要明确的标准 关于我们呢 做团队的考核 我们对团队成员的考核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呀 明确的标准 好吗 好 还有我们第二个是四个 我们团队成员可能没有什么呀 没有协同 没有啊 没有我们的协同啊 没有协同工作 我们工位的很分散 导致我们没有比较好的一个沟通 我们要加强我们的沟通协调 是不是 好 还有我们一个人去写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计划 我们这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一起来写计划 好 还有啊 我们第二个是六个也说呢 我们需要各干型人一起来写计划 而且这个计划我们还是需要经过我们的评审的 是不是啊 好 然后第一个是七个 关于我们的考核方案 我们也是必须要能够是合理的 然后是要有我们的经历性的一个考核方案 对不对 好 还有第一个是八个 我们绩效奖金的分配 我们也必须要合理去分配 还有我们项目经理必须要做好我们的机率 防止我们员工事情低落和离职 好 还有我们团队的组建建设可能不合理考虑的不是很充分 还有我们第三十一个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我们的项目经理啊 项目经理呢 为我们的项目团队公布了一个呀 写了写了一个奖励政策 但是这个奖励政策呢 我们的领导啊 就是公司领导啊 没有批准 是不是啊 注意项目经理 他在我们项目组里面说了一个奖励的方案 一个政策 但是这个政策呢 领导没有同意 那么这样子当然也是不行 我们还是必须要事先 证得我们领导的一个同意 对不对 好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 X还有Y呀 X型或者是Y型 没有与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相结合 好 还有啊 第三十三个 我们项目经理的管理风格 没有我们 没有余啊 我们直接领导的管理风格相协调 就是说呢 我们项目经理的管理风格呀 还是 也必须要去参考我们公司领导的一个风格 必须要和公司领导的风格 要相协调 是这个意思 好吗 好 还有啊 我们第三十四个 我们用人不当啊 用人不当 我们不应该选新毕业的学生 做我们的质量保证 他可能没有我们的经验 对不对 好 还有第三十五个缺乏团队的领导经验 势必共青的做法是不对的呀 我们项目经理呀 我们项目经理呢 去势必共青 这一看呢 哇 好负责任啊 哇 多好啊 对不对 但是不行 为什么呢 他是一个领导者 我们需要去学费授权 我们没有必要势必公青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项目经理王某 对新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团队的合作素质 没有进行考察 还有 我们项目经理对于冲突的处理方式 也是过于的简单 好 好还有呢 我们项目团队 我们可能缺乏我们的技术的实力 就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呀 遇到一个技术难题 我们就不会呢 我们需要呢 是不是啊 经过几天的公关 这样子也是会导致我们的进度延迟的 我们公司可能缺乏我们的技术的实力 对不对 好 这里呀 应该是有我们的呀 这么38条 对不对 好 这么38条 也是那一个要求 看你能不能学20条 对20条印象很深刻 然后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看能不能结合背景 用个五六七八条 对不对 好 这个意思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沟通管理 和我们的干洗跟管理呀 来 你看前面七个是什么呢 没有进行规划沟通管理 没有进行管理沟通 没有进行控制沟通 没有进行干洗跟识别 没有进行我们的规划干洗跟管理 没有进行管理干洗 没有进行干洗跟控制 对不对 这么七个好吗 好 然后下面的虽然是有的 但是就可能有什么呀 有问题了呀 好 比如说我们没有或极少 与我们的客户进行直接的沟通 合作的氛围不够 还有没有对团队成员的沟通需求 和沟通风格进行分析 还有我们的方式过于单一 还有我们没有能够及时有效的做沟通 没有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还有沟通管理计划不能一个人写 当然我们的干洗跟管理计划也不能一个人写 当然这个计划我们是需要经过评审的 然后我们的干洗跟可能识别不全 然后对我们的沟通情况可能没有做好记录 然后我们的控制沟通工作可能没有做好 我们有问题必须要及时的做一个解决 是不是 好 还有第16个呀 我们的沟通管理也是有问题 导致我们客户很不满意并投诉 是不是 好 还有我们第17个 我们直接和我们的客户去开始吵架了呀 是不是 当然也是不行的 好 还有我们一个个那来识别干洗人也是不好的呀 可能也是没有识别权的 好 还有第19个 我们与干洗人的沟通方式过于的单一 他只采用了我们电子院的方式 这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说过 我们必须要去知道 我们有哪些人他需要什么信息 他什么时候需要 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给他们 是不是 这个方式不能过于单一 好 还有第20个 我们管理沟通有问题 对于一些员工的诉求应该私下解决 不应该在大会上公开说 好吗 注意啊 对于某一些问题啊 我们还是必须要私下解决 好 还有第21个 控制沟通不利 他说 我们采取强迫的手段 终止了员工的诉求 这个也是不好的呀 我们员工有一个诉求 这个呢 结果呀 我呀 现在就是说 你必须听我的 不要再说呢 好吗 强迫手段 是不是啊 这样也是不好的 好 还有我们第26个 我们项目经理与我们的高层沟通不利 很多方案没有得到高层的认可 是不是啊 还有第23个 这个呀 文档啊 这个周报 这个月报 这个文档 我们的内容不全 还有每个月开仪式会 这个呀 力度太粗了呀 好吗 每个月开仪式会 力度太粗了 对不对 好 好 然后啊 第25个 第25个 这个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是我们甲方啊 是我们甲方 我们甲方呢 有很多部门 甲方有很多部门啊 每个部门的需求呢 它不一致 这个部门对我们乙方说 我们需要做什么 那一个部门对乙方说 我们需要做什么 好吗 我们甲方呢 是内部自己就没有 把它搞清楚 好吗 这个意思 好吗 好 还有啊 我们缺乏与客户清晰的 统一的接口 与客户的沟通不是很有效 我们需要呢 采用统一的接口啊 这个呢 去啊 这个呢 用与客户去沟通的呀 好 还有我们公司 其他智能部门的支持 或者是协作不够 我们呢 没有得到别的部门的 一些支持和协作 我们也是说和别人缺乏沟通 对不对 还有第18个 缺乏良好的沟通能力 和我们的沟通技巧啊 还有我们对项目干系人的需求 掌握的不够细致 还有我们项目缺乏 阶段的沟通 与我们鸡蛋的评审 好 这里啊 也是有我们的这么多 30条 好吗 好 OK 也是希望呢 大家可以去多读一下 好吗 好 OK啊 好 好 来 我们继续看我们的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好 那么前面呢 也是我们风险的呀 六条 六个过程 是不是 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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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没有做 这么六个过程 好吗 好 然后第七个 对项目的风险认识不足 好 还有第八个 我们项目经理自己负责各项应对措施是不妥的 各风险的应对措施这个应该是这个实施啊 应该责任分配到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项目经理啊 他呢 亲自去负责各应对措施是不是啊 不好啊 还是需要让我们团队成员去做 对不对 好 还有 我们呢 这个呀 没有处理好一些别的风险 没有处理好一些别的风险呢 我们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 好 还有我们也是一个人编写风险管理计划有问题 还有第十一个 不能仅凭个人的经验进行我们的风险识别 而是需要与项目组成员一起来做风险识别 而且还是需要全过程做风险识别 对不对 第十二个 风险识别不够详细 是不是啊 我们需要全过程全员来做风险识别 好 还有第十三个 风险监控做的不好 导致我们呢 有些风险呢 没有及时的发现 还有第十四个 风险的应对措施 也是不合理的 我们需要按照我们的这个具体的风险 写一些比较好的应对措施 好 还有第十五个 没有进行风险的要再识别 再识别好吗 在我们的风险控制里面 要注意我们的再识别 也就是说我们的全过程都需要做 你看这 看我们第十六条 是不是啊 识别不全面 风险识别过程应该是反复的过程 我们是需要有再识别的 好 第十七个 仅仅参考以前的项目模板 编制风险管理计划 也是不对的 我们也是必须要考虑我们项目的实际情况 还有第十八个 不能仅凭个人的经验 我们也是需要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 好 还有第十九个 风险管理计划 没有经过讨论 没有经过评审 就直接签字下发实施 缺乏我们的沟通 也与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实际 存在一些差距 是不是啊 好 还有第十个 他说风险控制和应对措施 都是各成员按照各自理解进行安排的 好 那么什么意思呢 我们必须啊 我们必须什么呀 必须要在充分沟通的前提下 统一进行风险的应对和管控啊 不能按照你们自己各自的理解 去安排风险管理 是不是啊 好 还有第十一个 我们员工缺乏我们的风险意识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项目经理缺乏我们的风险的管理经验 我们需要多培训 是不是啊 好 还有第十二个 我们依据自己的经验 制定我们的应对计划不妥 是不是啊 我们必须要什么呀 必须要先做定性 做定量 然后来根据实际情况 做我们的应对的计划 而不能说完全根据我们的经验 好吗 好 我这么说呀 还是那才我们说的 你不考虑经验肯定是不对的 你只考虑经验 也肯定是不对的 是不是啊 我们既需要有经验 还需要有我们项目的实际情况 好吗 好 我们这里呢 也是啊 有这么一些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多读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 采购管理啊 采购 那么当然呢 我们首先呢 也是结合我们的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没有做规划采购 没有做实施采购 没有做控制采购 没有做结束采购 是不是啊 好 然后第五个 我们来看看 他说 在项目的采购过程中 项目经理片面相信甲方的推荐 没有真正发挥自身 在合同管理中的职责 而在被检查出问题以后 又没有能够 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 而是推卸责任 好 那么这个话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我们在作为乙方啊 我们作为乙方 再给甲方啊 我们作为乙方 我们作为乙方 再给甲方做一个项目 结果我们现在呀 需要买一些东西啊 买一些东西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呀 甲方 对我们的乙方项目经理说 我们的呀 A公司 是我的小舅子开的呀 你要买东西 就直接找我的小舅子去买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吗 好 那么我们乙方项目经理 这样一听呢 既然这个供应商 是甲方的小舅子 那么我呢 就不管了呀 我就不去考虑 我们的风险呢 也不做可言呢 不做调研呢 不做风险呢 行吧 就签合同吧 结果导致呢 问题很大 是不是啊 是吧 他说项目经理 片面相信甲方的推荐 没有真正发挥 自身 在合同管理方面的责任 是不是啊 要做好我们的签订管理啊 要做好我们的调研 做好我们的分析 做好我们的风险管理 是不是啊 好 另外呢 我们呢 在检查出有问题以后 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去做沟通 做解决 又不能说 这个供应商是你推荐的 有问题 我不管 这样也不行 是不是啊 好 还有啊 第六个 我们没有进行充分的自制 或外购的分析 我们到底是自己做 还是去外购 我们一定要去分析好 好来 听我说 你们看 对不对啊 我们呢 我们呢 进行了自制和外购分析 我发现我们自己做 需要很长的时间 于是我们就使用了外购 请问这个地方 对不对 来告诉我 我在编写采购管理计划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呀 自己做很费时间 于是我就采用了外购 请问这个地方对不对 注意不对啊 不对 我们自制外购分析 它其实主要是考虑我们的钱 是考虑钱 而不是只考虑时间 好吗 行了呀 我们要进行充分的自制和外购分析 好 还有我们第七个 我们没有审核 我们呢 这个地方写错了呀 第七个呀 不应该是投标啊 应该是我们的招标啊 没有进行招标代理机构的自制审查 好吗 注意招标代理机构啊 好 没有审核招标代理机构的自制 好吗 就是说我们在选招一个招标代理机构的时候 我们也是需要看我们的自制的看条件的 好 还有我们没有对我们的投标商做自制审查 这也是不对的 好 还有第九个呀 我们呢 修改了招标文件 确实进行的电话沟通 好 来 我这么跟你们说一下 如果你们在做案例分析的时候 你们看到什么电话沟通啊 给别人发邮件啊 你们告诉我像这有没有问题 在案例分析中 你们只要看到什么打电话呀 什么发邮件呢 我告诉你们呢 这个地方不说百分之百吧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有问题的 好吗 我们需要书面的沟通 我们需要当面的沟通 我们需要正视一些呀 好吗 注意我是说百分之九十五啊 我并没有说百分之百 好吗 好 行了呀 OK 好 我们这里呀 应该是我们的书面沟通 是不是啊 好 还有第十个呀 我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呀 报价最低的供应商 行不行呢 行不行呢 那么有人说 发邮件不算是我们的书面吗 也算 但是刚才我 刚才我是不是说百分之九十五有问题 我们有说百分之百有问题吧 是不是呢 好 那么为什么说发邮件 很多时候也是不好的呢 就比如说你给我们的高级管理层发邮件吗 你给高级管理层发邮件吗 你就不好 就不好意思 就不能给我们的高级管理层发邮件 是不是啊 懂得没有 所以刚才我并没有说看到电话 看到邮件是百分之百的不好 我是说百分之九十五不好 好吗 好不好 当然如果你啊 如果你说我每个星期给我们团队成员发一个邮件 说明一下 其实也行 也行 但是 但是我也说不好 我也说不好 为什么呢 要是员工他不及时看邮件呢 就耽误工作了 这也不好 是不是啊 好 反正呢 反正呢 怎么说呢 什么单面沟通啊 顺面沟通啊 更加好一些吧 更加好一些 好不好 行吧 还是那一个吧 就是说 只要你感觉可以抬杠的 都可以去抬一下 好不好 好 来 行了呀 我们第十一个呀 第十一个 我们开标时间 我们不合理 我们开标 应该在投标文件 确定的 截止时间的 同一时间 公开进行 好吗 好 我们曾经考过一个案例 就是说 我们呢 截止时间到了 我们过了两个小时 我们才开标 这对吗 当然不对 好吗 好 还有第十二个 我们评标专家 我们的组成 我们也必须是什么样子的 必须也是要合理的 好 第十三个 我们 这个呀 投标文件的密封 应该有什么呀 应该有投标人 或者是我们的代表来检查 不应该由我们的代理机构来检查 好吗 密封到底有谁啊 检查 好 还有第十四个 供应商的获取方式存在着问题 我们需要呢 根据我们的这一个呀 什么评分办法 来选择一个合适的供应商 还有第十五个 我们设备的到货验收存在问题 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别人把货物啊 给我们送过来呢 我们还是需要当面的开箱 检查一下 需要做一个验收的 还有我们的 我们的呀 控制采购 控制采购 可能有问题 好 还有我们第十七个 我们控制采购中 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文档啊 我们的一些记录啊 注意啊 要有文档 有记录啊 有文档 有记录 好 还有我们这个第十八个 我们的仓库啊 仓库的环境可能也不是蛮好 好 还有第十九个呀 我们招标没有做公式 当然是不行的 好 还有我们中标候选人呢 超过了三个 这肯定也是不行的 当然你们还可以想到就比如说 我们的呀 这个呀 我们的招标文件的这个公告啊 时间不足二十天 是不是啊 还有啊 我们修改招标文件 我们不足十五天 是不是啊 还有资格预设的文件的发售期 不足五天 还有还有我们的呀 纽约保证金啊 这个呢 超过了多少 超过了百分之十 还有呢 什么不足百分之十 不足百分之二 或者是超过百分之二 那干嘛 超过百分之二 来这样子吧 就是说这些数字啊 这些数字我们都可能会考到 是不是啊 我们我们原文是不超过的 我们案例中说我们超过的 我们案例中 我们原文说是 这个呀 要超过的 结果你呢 案例里面呢 说小于没有超过 是不是啊 总之 注意一些数字问题 一些数字问题 好不好 好 行了呀 我们这里 中标候选人超过的三个 是不对的 还有中标公司 中标公司结果少于了三天 我们也是不对的 好 还有啊 第二十个个呀 我们呢 这个招标文件 这个截止时间呢 我们最短不得少于二十天 这个时间不够 也是不行的 好 还有啊 还有看这里啊 他说 我们呢 他说呀 招标代理机构 拒绝投标人 投标文件修改 存在问题 为什么呢 我们呢 投标人在招标文件 要求提交 投标文件的 截止时间前 是可以补充修改 或者撤回 已提交的 投标文件的 并书面通知 招标人的 好吗 就是说 在我们的 截止时间前 我们是可以去 修改 撤回 完善的 好吗 你不应该呀 对我做一个拒绝 好 还有第二十四个呀 我们现在呀 在我们的 截止时间后 我们才送过来 那么这个投标文件 我们能不能接收呢 我们当然不能够接收 好吗 如果你接收呢 就有问题了 是不是 好 还有我们中标候选人 我们要排名一二三 要排名一二三 是不是 好 还有第二十六个呀 他说 我们A公司直接决定 D公司中标 存在问题 招标人应当确定 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为中标人 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我们那甲方啊 甲方在确定 由谁中标的时候啊 如果你没有什么 特别充分的理由 说我们的排名 第一的公司不好 我们就必须要选择 排名第一的公司中标 这个意思啊 好吗 好 然后第一个是七个 我们这个呀 中标结果 既需要通知中标人 也需要通知 没有中标的人 都必须通知 好吗 好 然后第一个是八个呀 他说 我们B公司向招标代理机构 询问中标结果 招标代理机构 以保密为由 拒绝告知 请注意 错了呀 你中标呢 我需要告诉你 你没有中标 我也需要告诉你 这个结果并不保密呀 好 然后啊 我们的签合同啊 签合同 我们呢 他说 招标人和中标人 应当自中标通知书 发出这期 三十天内呀 三十天内 要签署一个合同 好 还有啊 关于我们的分包 这个分包呢 我们也是需要注意 我们的条件的 比如说 经过甲方同意 好 或者是说 按照我们的合同约定 还有 我们只可以将非关键 非主体部分进行分包 还有 我们接受分包的人 必须要具备相应的资质 还有 我们不可以再次分包 是不是啊 这个要求我们也是 必须要去具备的呀 好 说实话呀 这个采购呢 采购啊 我是非常希望 它能够结合 我们的大口标阀 政府采购阀 以及我们的实力 来进行考察的 为什么 我感觉 这样考的话呢 就很简单 对就对 错就错 一清一百 很简单了 好吗 好 那是关于我们的 这一块 我们也是可以多去 再看一下 好吗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变更和我们的配置管理 变更管理 配置管理 我们也是经常考案例分析的呀 我们的配置管理 我们有哪六步呢 我们也是必须会背的 第一步 没有写配置管理计划 第二步 没有做配置识别 第三步 没有做配置控制 第四步 没有做状态报告 第五步 没有做配置审计 第五步 第六步 没有做我们的 发布管理与交付 好吗 这六步 我们也是必须会背 好 然后第七个呀 我们修改完成以后 没有进行验证 什么意思啊 关于我们的变更 我们变更 是不是啊 做了之后 我们还是需要验证的 看我们的变更 到底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啊 好 还有 第一 我们的八个 对用户的要求 没有做记录 我们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有存档 有记录啊 好 然后第 第九个呀 第九个 对变更的请求 没有进行足够的分析 也没有获得批准 什么意思呢 总之要做好 总之啊 总之对于变更 我们需要走我们的流程 好吗 好 还有第十个 我们没有注意 我们的版本管理啊 要做好我们的版本管理 好 还有我们兼任了 项目经理 兼任配置管理员 经理不够 还有我们第十二个 我们CCB的组成 可能不是很合理 还有第十三个呀 我们的项目中 没有建立我们的基线 导致我们的需求 设计编码无法对应 还有我们的配置管理计划 不应该由CCB来制定 配置管理计划 应该是我们的CMO来制定的 是不是啊 好 还有第十五个 我们呢 这个基线的变更流程 缺少我们的验证 确认了缓解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呀 这个变更 我们最后还是需要做一个验证 是不是啊 好 还有第十六个 我们的配置管理的工具啊 配置管理的工具 可能不好 可能不好啊 是不是啊 这个工具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评估 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具 好 然后第十七个 他说呀 我们没有将变更可能造成的影响 告诉变更的提出方 我们应该对变更提出方施加影响 确认变更的必要性 确保变更是有价值的呀 好 还有第十八个 没有对变更实施进行监控 没有对变更做记录 并形成文档 造成变更的内容无法追溯 要做好我们的这个监控 要做好我们的文档管理呀 要便于追溯 好 还有第十九个 我们直接在我们的受控库中 增加我们的旧改权限 当然是肯定不对的 好 还有第十四个 没有统一的版本管理机制 各版本不可追溯 导致重要版本的丢失 好 还有第十一个 我们的配置库 要分为三个库 开发库 受控库 和产品库 我们可能没有对配置库 进行比较好的分类管理 好 还有第十二个 我们也是变更 没有走流程 第十六个 第十三个呀 第十三个 但我们有变更之后 我们这个计划 我们的计划呀 我们的基线计划 我们需要及时的做一个更新 好 还有我们什么呀 可能没有啊 配置管理系统啊 没有配置管理系统 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配置管理系统 好 还有第十五个呀 第十五个 我们这个呀 变更结束以后 变更结束以后呢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这个影响 要通知相关人员 不能只告诉我们的项目经理 还有我们假以两个人不能同时来修改同一个错误啊 请注意 假以两人不能同时修改同一个错误 是不是啊 好 还有第十七个 我们也是呢 说没有记录 是不是啊 好 还有我们他说 开发库 产品库的内容不完整 文档更新很不及时 很不及时 好 然后第十九个 项目经理严重缺乏 我们配置管理的意识和经验 还有我们配置项啊 我们被随意的删除了 好 还有我们呢 这个呢 成员 成员呢 我们也是啊 配置管理的意识不足 还有我们也是没有编写可行的配置管理的方案 还有我们变更的发布 我们应该是由CMO来完成的啊 来完成的 不能是项目经理来完成 应该是我们的CMO来完成 好吗 好 那是关于我们的配置管理 我们也是呢 有这么多 好吗 可以去读 好 然后来看到我们的合同管理 我们的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呢 我们呢 虽然呢 目前考的并不算很多 但是也还是建议来读一下吧 好 他说呀 第一个 我们没有做好啊 没有做好签订 合同前的调查工作 我们的签订过于的草率 是不是啊 好 还有 合同没有写好啊 没有写好 缺乏明确清晰的工作说明 或者更加细化的合同条款 我们需要写的比较准确 比较准确 是不是啊 好 还有啊 我们没有采取措施 确保合同签约双方 对合同条款的一致 理解呀 我们必须要什么呀 理解 没有什么奇异 没有误会 是不是啊 好 还有第四个呀 合同中缺乏相应的纠纷的处理条款 那么我们有纠纷 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呢 我们需要由我们的条款 做一个说明 是不是啊 好 还有第五个呀 我们签订总价合同的风险认识不足 好 什么意思呢 他说呀 我们现在呢 这个项目风险很大 需求很不明确 于是我们签了一个总价 那一看就不对呀 那不是早死吗 不早死吗 对不对 你竟然对我们的 风险 对我们的需求都不确定 怎么敢签总价呢 对不对 好 还有啊 第六个 他说呀 我们呢 可能没有对工期 质量和项目目标等关键问题 进行我们的约束 还有我们第七个 合同中缺少必要的项目需求的描述 及违约整容的约定 总之也是不全了 好 还有我们第八个 他说 合同执行过程中 没有做好我们的记录的保存工作 就是我们的档案管理不规范 我们需要有文档有记录 对不对 好 然后第九个呀 我们有变更 我们变更呢 也是需要走我们的变更流程 总之就是什么 签订管理呀 旅行管理呀 变更管理呀 档案管理呀 甚至我们的违约 索赔管理呀 对不对 我们都是需要注意的呀 好 还有他说 第十个呀 我们合同中对项目的维护 和保养的责任 约定不明确 我们应当明确的约定 项目的维护责任 期限 以及相关费用的支付的方式 好吗 好 还有第十一个 合同中对合同的旅行地 没有详细的约定 我们应该详细的约定 一些内容 好 还有第十二个 我们的条款呢 它不严谨 不严谨 没有就产品的型号 质量等进行严格的约定 合同中的付款条件 也没有 产品验收 注意啊 他说呀 我们的付款条件 没有产品质量验收的约束 缺少对合同交付物 必要的质量检验 和付款条件的一个把控 好吗 总之 这个条款呢 需要注意 好 还有第十三个 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 项目经理发现了问题 没有及时的采取措施 好 还有 我们的验收标准有问题 第十五个 缺乏我们的一个意识 配合意识 好吗 好 那么呢 这是关于我们的合同管理 这么的十五条 我们也是可以去多读一下 好 我们刚好啊 刚好换了一个半小时呢 把我们这个文档啊 这样子给你们读了一下 简单的给你们说明了一下 好吗 好 我们再来 再一次的啰嗦一下 这一个文档肯定不是要你们去背的 好吗 为什么 这是我们以前的案例分析的一些答案 因为我们案例分析是更加不可能有原题的 懂得没有啊 选择题都基本上没有什么原题 案例分析更加不可能有原题 是不是的 好 就是说呢 这些条款 这些内容 你们可以去多读多读多读 是不是啊 我们这里啊 应该有200条300条左右 是不是的 你学了200条300条 你有对100条有印象 然后在本次考试中能够用个20条 说实话 就很不错了 就很不错了 是不是呢 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这么意思 好吗 好 然后呢 我们的文档在我们的哪里 在我们的群文件里面 可能有人不是学员 是不是 那这样子吧 如果你们不是学员的话呀 我还打个广告吧 好吗 你们可以在我们的淘宝那边去搜索呀 马军老师 然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的 好吗 店铺名叫做九一国项目管理啊 去参加我们的课程 好吗 好 OK啊 我们这个课呢 是收费的课程啊 很便宜的 好吗 180块钱左右 好吗 好 OK的 好不好 很便宜的呀 好 我们的管三次啊 管三次 好吗 好 OK 那么PPT啊 在我们的文档资料 在群文件里面 在群文件里面 那你分析有题做吗 请来 这样子吧 看题目书 看题目书 来 看题目书 什么PPT的内容 在题目书里面 我们案例分析的题目 在题目书里面 在我们题目书里面 有一个专门的 一个案例分析的专题 好不好 把我们的什么案例分析啊 什么万经有96条啊 哪些西方需要背的呀 哪些常见的错误啊 以及我们本节课的这个课件啊 以及我们的 什么历练真题和解析啊 在题目书里面 都是有的 请看题目书 题目书 在我们的群文件里面有 好不好 好行了呀 那么关于我们本节课呢 我们就录我们这个直播呀 就先关了 先把直播把它关掉 好吗 现在我们再可以瞎扯 再瞎扯几句话吧 好吗 好吗